明镜推荐 明镜为您推荐 明镜电视节目惊讶 敬请锁定 很多人讲 上一次的全球化的过程 中国是最大的赢家 实际情况不是这样 应该说 上一轮的全球化的过程 是美国主导的 中国是大便车的 结果 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是成功的 中国大的便车也是成功的 这是一次双赢的过程 从双方的角度看 这就让我想起一个故事 在美国西部大开发的时候 有很多人是逃金的 这些逃金的人呢 当然很辛苦 冒着生命危险 如果逃到大金块 发财 如果逃不到 就是全共了躲 甚至呢 危险中死去 那么这些逃金的当然是一直不断的在游动 一个地方逃完到另一个地方去 就有一些人跟着他们 什么人呢 卖水的 这些逃金的人忙着 没有吃的 没有喝的 边上呢 有人给他卖水 多数年之后 你会发现 逃金的当然是有发财的 但是卖水的也发财了 他有一个稳定的客户群 他从不去跟这些逃金客抢生意 他不逃金 他就卖水 在这个西风市场上呢 他也成功了 这个故事啊 就是美国和中国的故事 美国就是逃金的 中国呢 卖水的 所以呢 我们要辩证的看 上一次的这个全球化的过程 那么美国为什么主导了一次全球化呢 这个话题很长 应该说美国的研究机构 主要是大学的商学院 这个哈佛啊 耶尔啊 什么这个 这个林斯洞啊 呃还有沃渡啊 我们常说的 那么他们的全球化研究啊 已经很多了